家住彰化福星相知林姓老温疑似患有失致症 日前下午骑机车外出后就位返家 家人便寻步着前往陆港分局福星分住所报警协巡 远警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 在切儿不舍寻找下中于次日深夜时分寻获林姓老温 家属十分感谢警方热心帮忙 本案发生在昨天晚上20时许 林姓民众自所报称 他老父亲因患有失致症 在当天下午的十四时许 独自骑车外出至今未归 非常担心他的安全 所以自本所来寻求协助 本所后报后立即依规定受理 并立即报告分局长及勤务指挥中心 调派警力资源协许 除了针对林姓老温最后出现的一个入口 监视器来加强调阅以外 也针对林姓老温所携带的手机 做即时定位 从基地台的一个发挂位置 来做扩大的一个搜寻 最后在凌晨一时许 在方院乡 站117线福宝海体旁的一个桥边 发现林姓老温 并将它带回本所来做测询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